好有什麼話想對政府說 我們中天新聞開放call in 聽您說我們第一通是接到 是台北的葉先生您好 主持人大家好 你好 昨天好像這兩天都大家講說 好像陳時中應該不會在黨 BNT進來的問題吧 好像所有名字都這樣講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昨天 陳時中在他武漢會員的記者會上 有講了一點 復必泰如果台灣他有分公司的話 現在要由醫藥廠商來申請 這個就是他已經埋下一個復必 萬一後面幾天 那個高端疫苗沒什麼問題的話 突產高端疫苗沒什麼問題的話 他就可以繼續把他拖 讓他60萬劑的高端疫苗打到完 所以這是一個拖延的戰術這樣子 對 因為他已經講好他的伏筆了 他說伏必泰如果在台灣有分公司的話 可以申請整個進口可以更順暢 為什麼他要提這一點 所以對你來說這根本就是一個陰謀 對 他已經埋下一個伏筆 我要拖的時候 我有理由 我已經告訴你們了 結果我看了兩天 所有的名嘴沒有人發現到這一點 OK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葉先生 特別打電話進來來告訴您的心聲 非常謝謝您 接下來我們趕快來接第二通 來自桃園的葉先生這種電話 嗨 您好 嗨 您好 我想說他們民主進步黨 不是以前剛成立的時候就說民主進步黨嗎 是 現在變成什麼 變成胡情國黨 他們現在不是民主進步黨 是胡情國黨 所以是看了什麼樣的議題 讓你有感而發 對啊 就是這樣子 他們講話都是用騙人詐騙集團 他們講話都是不實在 每次蔡英文也好 蘇貞湯也好 他們都是亂講亂騙的 所以對於葉先生您來說 就是已經看不下去了 決定要打電話到中天 告訴我們您的想法 非常感謝這位桃園的葉先生 接下來我們趕緊接第三通電話 是來自台北的張小姐 您好 露宇妳好 妳好 我想要對你意見目標正面發表一些看法 是 現在那個BNT快來了 對 然後現在說要解12到18歲的 請問一下 20歲以上的人什麼時候才可以打得到 對 其實很多人都在討論這個話題 覺得20幾歲到35歲以前的這一群人 好像被政府遺忘了 對 然後我現在那個什麼 我是做攀影業的工作 然後到現在還沒有等疫苗可以打 所以其實你們現在有辦法復工嗎 還是說還是要提供這個陰性證明 我們現在就是可以上班 還是一樣正常上下班 只是說開放內用的話 總覺得有一些風險在 因為很危險都還沒有打到疫苗 沒有什麼保護力這樣子 對 而且那個高端不敢打 所以我可以冒昧問一下您幾歲嗎 25歲 所以25歲的朋友還是打不到疫苗 但是現在BNT又是先提供給 18歲以下的這個學生來打 所以20幾歲的 讓人家覺得說好像已經被政府遺忘 非常感謝我們的張小姐特別打電話 vib氣 你 Excellence 兩句 你 什麼 你就